大家好,我是貓哥 上一集說到我在淘寶買了一些新的工具 今天真的會實踐 上一次我們都買了幾個車仔 也試了怎樣做 今天我們會嘗試實踐一下 因為我剛剛開始學玩 玩了幾部之後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還是沒有廣東馬版的 那就試一下吧 今天我們會用這一部的寶馬M2 其實我覺得Hotwills的東西 我自己這樣看 我覺得上面是比較精緻的 開剎 好,那就開箱了 讓大家看看 其實這部車是我買到的白色 其實它就沒有貼紙 其實它就沒有貼紙 這些位置 空的,全部都是刺的 這些位置都是刺的 那到時候我們可能要貼水貼 或者各樣的東西 去處理這些位置 試一下 找一隻蟹牌 好 那其實呢 這部車會怎樣開呢 其實TOMICA 和Hotwills 基本上我都看到 大概都是用兩個方法的 首先就是轉底 那轉底是怎樣轉呢 通常這裡 我們會看到 藥物會在這個位置 那會看到有 看它會對不對焦 OK,可以 好 這會看到這個位置 那麼,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通常會開這兩個洞 位的 這樣就會看到 近一點點 OK 這樣它就會開了這兩個位 那其實基本上 它會掉出來的 那 有什麼工具開啟呢? 正常我都是用電鑽 我就用這把電鑽 你說用什麼鑽頭呢? 如果去五金店通常買 唉唷 曬出來了 我通常會買一個1mm的鑽頭 以及2mm的鑽頭 我們首先會用2mm的鑽頭 先把它鑽進去 記得 轉的時候 首先不要轉那麼快 我通常會慢慢轉 通常會怎樣轉呢? 通常會這樣轉 對著 慢慢 開始不用快 一塊轉爛了的鑽頭 就糟糕了 這裡好像反了光 那就是一粒螺絲 其實我們現在就轉爆一粒螺絲 那就繼續吧 好 剛剛轉完的鑽頭 鑽頭轉了出來 就會是這樣的 現在已經分離了 基本上就是車殼 車城 然後呢 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是什麼呢? 我們現在做的事 就是換另一隻轉 這個卡 就要小心點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想轉爛這些位置 這裡我想全部轉爛 因為這些是散熱位 我想轉爛 我現在就開始轉了 因為其實我本身都是看泰國 就是泰國 我發現原來泰國 就是泰國 泰國那些玩Hotviews 就玩了很久了 就是玩這些改裝 那我看到其實香港真的不是很多人玩 那就試一下吧 沒有壞的 對不對? 先看一看 好 那剛剛呢 那我就開了這個洞 那其實呢 我發覺那些東西都很廢 其實那些轉 那現在呢 你會見到 其實我現在這個位 這個位 那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我已經開了洞 那其實我要其餘的地方 我把這些地方都開了洞 這些位置 那我現在想 其實我想做什麼呢? 其實我想做拋沙板 那 那 因為 香港 你知道改車改不了 沒什麼可能可以改到拋沙板 因為 都 你有錢 但是你都要 有駕車給你搞的 但是 沒可能的 那 那現在呢 我剛剛就磨了這些位置 其實這些位置 是首先做拋沙板之前呢 就需要磨走它的 那大概是要磨走這些位置 那讓它這個旁邊看落 是已經是 平一點的 對了 就是 這個位置會比較平一點 那就會好做一點點 那 你看到現在這個位置 就這樣磨了出來 這個位置 其實磨了出來之後呢 其實 之後我就會 下 AB膠 然後就會令到它 就是 有回到拋沙板的效果 那之後我再做 那 真是很不幸運 斷了 這支轉 原來真是 我不知道究竟是我的轉問題 就是 轉計 很低 那發覺是 沒有的 那我唯有再買多支再做 喂 好啦 剛剛呢 就做完那個轉孔了 那其實呢 轉完孔的效果大概會是這樣的 轉孔 那其實轉孔有什麼作用呢 最主要其實就是 因為 嗯 我到時候後面 在裡面呢 在這個位置呢 其實它是會可能 我後來可能會加一些 散熱網的效果 或者我簡直要扭空它 那 其實現在做完了打磨的工序 那其實就會做脫油的 那脫油的話 那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說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玩了幾次 那其實 比較危險的 最好呢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那些所謂的脫漆劑呢 其實是會拿手的 那 其實就是很危險 其實真的 很 拉起來都幾同 我就不建議 那所以呢 最好就用一隻這些 這樣的瓷杯 那瓷杯它就不會有 就是它是防腐蝕的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 將這塊東西呢 就放下去就已經可以了 那接著呢 會有什麼呢 那 就 以下呢 就會有這一瓶東西 那我現在就很小心翼翼地拿 那其實這一瓶是什麼來的呢 那其實它是一個 那 這裡字面會寫 那其實就給大家看一看 那 在五間店舖就已經買到了 那其實就是這個叫做脫漆水 那 那其實就多數就有腐蝕性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好 那其實怎麼用呢 那 就 我會有一支掃 那 然後呢 會把這個 打開它之後呢 它就會塗一些東西 然後就會把這輛車放下去的時候 塗一塗 那它就會自然會脫漆的 我想 其實很快 我想 不用分幾鐘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做了脫漆的效果 好 那 就 現在就搞定了 拿完漆了 那 出來的效果就變成了一塊 沒有上色的鐵 拿完之後大概就會這樣 效果 那其實之後要做什麼步驟呢 之後就當 之後就當 之後就是要再做一些 拿些沙紙 是敢於磨一磨 那 那 我見到有些就 就是外國那些 有些人就用沙紙 有些人就用那些 磨砂機 去磨的 那 那我就用回沙紙就可以了 那 接下來呢 之後我要做的事呢 就是 要做拋砂板的工序 那拋砂板的工序呢 其實就會有 那 做之前呢 就會 我們首先呢 用一些可樂罐 那 其實就剪 相應的尺寸 那 之後就 放它在這個位置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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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 這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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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呢 那 那 這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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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在這裡 放的時候 放一點技巧 因為它乾了就會變硬 放一點技巧 慢慢 批准我位置 不要太厚 因為你一厚 那就 很難搞的 現在已經做了兩面 大概是這樣的 當然還沒批准 我們先做完這四面 之後 我們會做打網和上色 我會在下一集 和大家見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話 就按個讚和訂閱我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拜拜 結束